迎风斩 姓名 瞎人 寿命 276 功法 5 境界 一品武者 巅峰 杀手等级 LV3 任务 307% 迎风斩 12% 任务下每杀一人增兽三年 增加肉身强度 果然还是没有突破 不过巅峰应贺二品差不多了吧 我 要走了 哦 什么时候 明日一早 行 我送你 你好像不是很惊讶 更像是早就知道 你忘了 我是干什么起家的了 那你算算 我这次回去的路上 会不会有危险 有惊无险 绝处逢生 那 那挺好 我 我先去收拾东西 英格你告诉我 我与他相识 到底是对他好 还是对我好 为何玉玲华的命理 慢慢变好了 难道是拿我的命理 弥补了他艰苦卓绝的人生 二天一早 下人为了不破坏自己立的规矩 象征性地收了玉玲华一文定金 作为任务赏金 随后披着缩衣 二人向着城外走去 今天是大年初一 本该人满为患的街道上 此时因为大雪的缘故空无一遍 二人越走越远 最终消失在雪木之中 三天后 两人已经来到了春意县的边境 这里是青云峰边界县 而玉玲华看着边界上的驻扎军队 内心是彻底失望了 边界线上 每隔二十米便有一顶帐篷 每顶帐篷上都有三人轮班驻守 仿佛已将整个春意县围了起来 凤圣仙君王之命 驻守春意县 任何女子不得踏出春意县 两位请回吧 我若一定要过那 燃火 起狼烟 下人话音刚落 中年士兵便急速后撤 紧紧两个呼吸 最近的帐篷后便已经生起了一股浓浓黑烟 随后便是全部 这速度也着实把下人惊呆了 玉玲华 你果然还在春意县 不枉咱家亲自带人将春意县整个围起来 他就是邱公公 以前是我父皇身边的一个太监 看来我二人 今日要栽在这里了 竟然能让邱公公亲自来 下人 咱家知道你 来春意县一年名声道士不小 想来这也是你的任务吧 咱家给你说 不论玉玲华出多少钱 咱家出三倍 你只需转头就走便可得道 那可得让邱公公失望了 任务就是任务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邱公公若是看得上瞎某 可以等在下结束这个任务之后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咱家会让你再也接不到任务 你不是说有人来接应你吗 人呐 对对 别白费力气了 这里可是春意县 你以为山上那几个人咱家会不知道吗 他们进步来的 等等几个人 咱们就几个人嘛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不是陵园皇朝郡主吗 那个 本来是准备偷摸接我离开的 来的人多了 不是反而容易暴露吗 说得好像现在没被发现似的 虚张声势 全给我上 杀了玉玲华上黄金万两 蜂勇兴猴 你小子还真在家里藏了个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不止我来了 俊逸和吴颖也来了 秋公公 又见面了 是啊 据上次一别 已经半年 不知云娘过来 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来看看到底是合适 竟能让秋公公亲自派大军捉拿 毕竟家人是我赢凤楼的人 听你这意思是要保他了 当然 若是您能卖我一个面子 我赢凤楼 愿奉上千两黄金 外加三年内的三成利润 你代如何 云娘可还真是大方 自己人 值 上次安娜的是 你出一百两黄金 这面子我给了 这一次你又来 当真以为我这么好说话吗 还是说你迎凤楼 要与我圣仙皇朝对抗 不敢 秋公公能建立圣仙皇朝 必定不是我一个小小的迎凤楼 就可以媲美了 但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还望圣仙君王 卖小女子一个面子 看来你要执意与我为敌了 我也不想 但他二人 我必须要保 那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如何保下他们二人 动手 长生令牌 你是长生阁的人 认识便好 不知这枚令牌够不够分量 保下他们二人 云娘怒喝一声 愤愤地盯着秋公公 看样子 她还是挺忌惮这枚令牌的 然而让云娘没有想到的是 虽然秋公公忌惮这枚令牌 但却并没有表露出一丝放弃的意思 甚至嘴角还挂起了亲厉的笑容 长生令牌所代表的势力 确实让我不得不给面子 甚至你手持长生令牌 我都可以将圣香皇朝君王之位 让与你 但想让我放弃杀他 不可能 不过看在长生令牌的面子上 你站一旁 我金月不动你 我说了 怎么着都得打 聊那么多 有个屁用 云娘闪开 迎风斩 我说现在还有拿下我们的把握吗 不如我们做个约定 是吗 我明明可以直接拿下你们 为什么还要给你留条后路 我知道你有大军在往四处赶来 我还知道起码半柱箱之内到不了 而我有把握在半柱箱内杀了你 说说吧 或许我会给你们这个机会 说白了 你要的不过是我二人的性命 与其在这里斗个两败俱伤 不如换一种更有意思的法子 我可以不再出手 最起码能保留你现今手下的士兵 而你要做的便是 让我二人先逃亡一柱箱 至于一柱箱后 便看各自的实力了 不可以 虾人的想法立马得到了云娘的反驳 他知道 一旦邱公公的军队抵达 那就没了丝毫离开的可能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虾人因之前的伤 在使用凝风斩的时候复发 已经算是强弩之末了 不过索性选择权并不在他手里 一柱箱太长了 给你半柱箱的时间 但是不能离开春一线 也就是说 你们可以掉头回去 回去 那不是还在你们的包围圈 或许你也可以现在杀了我 但要看看是你杀我快 还是我大军来得快 实在不行 就把我交出去吧 事情发展这样 玉灵华不想因为自己使得虾人 也遭遇危险 而虾人对于玉灵华的话充耳不稳 只是想着自己当初算的那一拨 绝处逢生 撤吧 春一线这么大 总有我们的藏身之地 作为一个杀手 非不可抗拒原因 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任务 可是 虾兄保重 记得回迎凤楼看我 多谢诸位 传定 绝不能让玉灵华活着离开春一线 秋公公是吧 给我个面子 人我带走 你们追杀他一事 我不找你们麻烦 你又是谁 一次一次被拦 秋公公显然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怒骨 吴家学院 江云 你 你是吴家学院的人 听到江云自爆家门 秋公公也是脸色大变 虽说吴家学院的人不会亲力惹事 但他们有一个极大的特点 那就是互端 看着面前的江云 秋公公内心甚是犹豫 面对三万军队 依旧如此云淡风轻 可见其也有着自己的底气 吴家学院 怎么 不行吗 我说 给我个面子 我可以不找你的麻烦 看到江云踏空而来 秋公公脸色大变 额头甚至庆出一抹戏汉 吴家学院 从不休闲 院内弟子进阶舞者 而江云身为舞者 能做到踏空而行 唯有达到六平网上 放过他们 给我个理由 我可以不杀你 教你办事 你得听 醒了 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还有 下次做人记得 带上你背后的仙人 因为军队在某些人面前 一文不值 你们救护 你们救护 我们不要再打 虾人 别打了 那是我大师兄 你这朋友身手不错 难怪能保你这么久无事 大师兄 你怎么来了 浩铭苏让我来的 没想到刚来就见到 你被秋公公为难 幸亏你来了 不然我真得在春意县 一直待下去了 玉玲华倒吸一口冷气 心里一阵后怕 若不是今日江云前来 他是绝对不可能 在秋公公手下逃脱的 你还好意思说 当初若是跟着师父好好学 以你的天赋 岂能惧怕那艳人 又开始了 对了大师兄 这是我朋友瞎人 这段时间可是多亏了他 吴家学院 江云 姓慧 久仰在下瞎人 刚才一搏感觉 你体内气息不稳 应该快要晋升了吧 不错 不然那秋公公 怕以世王吓魂了 你杀不了他的 连我都杀不了他 什么 江云的话让下人有些不解 一介普通人又岂会杀不死 面对下人的万般疑惑 而江云却没有在这件事上 继续讨论下去 那份气息被压下去 若再想让他上来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没办法 若不压下去 可能刚刚就成了 秋公公的刀下亡魂了 全根进断 紫语无尽 有没有兴趣 加入吴家学院 啊 江云突然的询问 算是直接给下人准复会了 毕竟从见面 到现在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甚至下人都还不知道 吴家学院是个什么地方 若不加入学院 恐怕你这一生 将永无宁愈 打住打住 不好意思 江云师兄姓子就是如此 总是喜欢说叫别人 没关系 看得出来 下人笑着并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他能感觉出来 江云对他并没有乐意 只不过他想不明白 江云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好像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过下人也是多不在乎 不多时 迎接江云和玉玲华的车队 急风而来 看着玉玲华离开的背影 下人总觉得有些事情忘了 有时间记得来青州看我 下人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直至马蹄声越来越远 等等 我说你什么情况 真要送我回青秋啊 玄根尽断 至于无境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 我本就是凌元皇朝的君王 对于吴家学院内部的事情 向来都是一知半解的 你不会就因为这个事 才跑这么远追过来的吧 倒也不是 或许我也应该了解了解一下 这吴家学院了 仅仅是了解吴家学院吗 感觉到下人的态度 玉玲华的神情也变得有些落幕 不过也没再多问 而是继续说着下人想了解的事情 吴家学院 从来不收修仙者 门下弟子 进阶舞者 一路上 玉玲华将吴家学院从建立到城台 再到凌元皇朝开抄君王 玉昊英和修仙者的恩怨 这也使下人做出决定 无论是仙人也好 吴家学院也罢 自己都不会走得太紧 二日午后 马车忽然停下 外面传来士兵的声音 下人也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从感知中发现 此时在他面前 有着一面巨大的城门 而城门之上 则是这座城的名字 青秋城 好壮观啊 不愧是青秋城 你没来过 没 这是我第一次来 听到玉玲华的回答 下人属实是有些意外 先前说吴家学院 从史之中一直处于北墨青州 而县佑说从来没来过这里 那又是如何学习的呢 师父有时候会去京城 偶尔教导我一下 这也是我为什么 对吴家学院内部的情况 值之甚少的原因 明白 走吧 你这次来 是来投奔吴家学院的 不 是来投奔我二叔的 我说过 我与仙人不死不休 秋公共手里的圣仙皇朝 我必定将其覆灭 重建我陵园皇朝 二叔 北镇府 北墨的一带传奇 可以说是北镇府的名声 在北墨家御户晓 夏人深知自己不属于这里 简单打声招呼后 便想着去青秋的赏金城看看 这是 这是我的随身玉佩 代表凌园君王的身份 但凡属于凌园皇朝的势力 见此玉佩如见凌园君王 我自是知道你不会留下 只当是谢谢这一年的照顾之恩了 保重 此时的夜晚 夏人走在小巷里 身边仅有一只鹦鹉陪着 夏人有些疑惑 这青秋城的夜晚太过安静 安静得甚至有些许可怕 这算是宵禁吗 一路上 夏人和鹰哥聊着一些有的没的 不是编排这个 就是编排那个 好声快了 可好景不长 就在夏人快到赏金城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秋公公跟我这么久 不会是真要给我下任务吧 都说夏子耳力甚好 但如此听声就能识人的可真不多 恭维的话就不用说了 您堂堂圣仙皇朝君王 跟我两日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呢 找你自然是想让你杀个人 哦 杀谁 北政府军小公主 玉玲华 公公真是妄性挺大 抛开别的不说 公公难道不知 他是我的朋友吗 你们这些赏金猎人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这样的人还在乎朋友 公公误会了 这人可是我的至爱亲朋 红颜知己 得加钱 我就说找你准没错 开个价吧 我不允许圣仙皇朝有一丝丝威胁 二百 万两 你疯了吧 我是买个人 不是买个潮 你还真敢要 亲手杀了 自己的红颜知己 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所以价格嘛 自然会贵 别扯那么多没用的 二百两 我可以提前给你一百两定金 成交 三日后 青秋城外云峰寨 我在那里等你 怎么可能 同在一个屋檐下 一起生活了一年 多少有点感情 也正因为有感情 所以这件事 非我不可 邱公公认为我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杀手 可就大错特错了 若我不做 邱公公一定会找 其他人来做 玉玲华依旧会面临危机 而邱公公选择我 也让我有机会 因他一波 让你杀我 这邱公公可真会找人 还出二百两 你应该谢谢下人 若不是他 你又有危险了 这是吴家学院的弹药 对你的眼级有好处 说不定还能助你突破 谢谢 下人苦笑一声 想起了当初因为眼级 找了无数对眼级 有益的东西都无效 可能这也是穿越到此 跟随自己一生的弊端罢了 不过下人依着系统的感知 也早已然习惯了 看不见的日子 或许邱公公的事 是该解决一下了 哪怕杀不了他 也尽量消灭一下 邱公公云封寨的势力 尽量 听到这两个词汇 下人已经明白 哪怕提前做足准备 他们也没有杀掉 邱公公的把握 甚至就连削弱势力 也根本不敢保证 想起之前 江云说的他也杀不了邱公公 不仅让下人敢想着 邱公公到底有何能耐 明明没有先例 更加不是武者 又如何能让 吴家学院江云有如此评价 只有承受住内力的锤打 才会完善更强的身躯 这就是二品武者的力量吗 云峰在内 所有人均易离开 也就是说 只有邱公公和他身后的那位 七品修仙者 七品 你有把握吗 五五开吧 但是我不一定能保得下你二人 我就知道 你这个瞎子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杀了玉玲华的 邱公公说笑了 青云峰边界线上的事 将来你也没那么大的心胸 即使真的杀了玉玲华 邱公公也不会允许我活着吧 你以为你今天还能活着离开吗 既然左右都是个死 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话说回来 人最起码 我给你带来了 剩下的钱 是不是得先结清啊 放心 明年的今天 我一定烧给你 邱公公冷声笑着 下一秒身旁的老者已经摆出手势 一柄飞剑从身后显现 直直向着江云刺取 老者自是知道三人之中 属江云威胁最大 所以老者第一个目标便是江云 就在飞剑即将刺入之时 江云身影瞬间消失 下一秒赫然出现在老者身后 别再试探了 这里只有我们最能打 说把江云对着老者的脑袋垫身 显然老者也并非常人 在江云出现的一瞬间 便已召回飞剑倒在了他的面前 两人你来我往打在一起 招式之快以至旁之人根本看不清楚 甚至不知道两者间发生了什么 看来只有等他们二人分出胜负 才能继续我们的话题了 看着两人在空中斗得不可开交 邱公公也是一脸的自信 想来这位老者也是被其惊挑戏选 来针对江云的 哦 是吗 若是在他们两个打完之前 我先杀了你呢 哈哈哈哈 杀我 别闹了 知道为什么这次仅我一人前来吗 因为我知道你们杀不了我 你做不到 他也做不到 我这个人啊 偏偏不信解 杀不杀得了你 你说了不算 不过两个呼吸之间 虾人已经来到了邱公公的面前 正当虾人想一击拿下手机之时 一道白光闪过 一缕威压从其体内散发而来 直接将虾人给震飞了 哼 跟我打还分心 你似有多看不起我 江云的这一拳 直接让老者口中喷出鲜血 要知道 同境界的修仙者与武者 在身体素质上 相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仅仅是一拳 两者之间便已经分出了优势与劣势 不用管我 没人能杀得死我 你的任务便是杀了江云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二品与七品的差距还是过于巨大 哪怕仅仅是被七品威压震了一下 如今的虾人也已身受重伤 无奈只能打坐在玉玲华身边调养 而此刻的邱公公依旧镇定自若 仿佛那一丝烈士在其眼中根本不存在一般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调戏好的虾人感知着空中两人的大战 好像与他想象中的局势有些许不同 你们杀不了我的 我说过杀不杀得掉你 我和江云说的不算 他说的才算 此时的虾人显然已经红了眼 一刀一刀地砍在邱公公身上 随着身上的刀痕越来越多 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快 忽然白光一闪 吴格直直地刺入邱公公的心脏位置 看着刺入心脏的常刃 邱公公终于不再忍受这种被砍在身上的屈辱感 你觉得你能杀死我 随着邱公公的一声目光 一股极强的威压直接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 一时间周围狂风刺激 变闪了一遍一道道强光划破天际 仿佛要将这天空撕裂开来 而这一缕威压也以邱公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去 随着威压消散 邱公公的头顶显现出现一抹白烟 而这一抹白烟也逐渐化作人形 既然来了 就露个脸吧 藏着掖着可不是圣人之饭了 老者看着远处 语气不明地轻声说着 不多时 在他盯着的地方 空间一阵动荡 瞎人便这样悄无声息地出现 才能在那强烈的威压之下保住一条性命 盯着邱公公头顶的老者 瞎人恍然大悟 怪不得说杀不死 其身体内已被仙人留下禁止 或许当时没人能够杀死他了 随后凌空出现一位老者在瞎人身旁 而此人就是吴家学院的院长女过后 老师 老师 长生 你占领九州五地我没有意见 但你别忘了 这里是青秋 我当然知道这是青秋 所以我从没亲自过来 甚至我给足了你面子 连北墨也从未踏足 可你的狗过界了 你都说是狗了 吕圣人应该不会与狗一般见识吧 退一步讲 这条狗本身就是你九州五地之人 能在九州上晃耀 又有何不可 还真是个护狗的主 希望你能一直护着他 不劳吕圣人费心 不过同样的话也送给吕圣人 千万不要让我找到机会 凌华在北墨很好 就不牢阁下挂念了 很好 希望他这一生 永远不要踏出北墨之地 长生冷冷一笑 然后随手一挥 便带着秋公公与那位修仙者消失不见 看着长生消失 吕伯后盯着那位置许久 才缓缓说回了事情 天资不错 不过可惜了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若是再多个几年 多好之人必定有你一席之地 你确定不先看看他吗 无妨 他死不了 这是他的造化 这一战 他勉强摸到了八品的境界 能不能一股作气突破境界 就看他自己了 冥冥之中 他最终选中了你 这是你与他的缘分 九州五帝是否会生灵涂炭 或许就落在了你二人的选择之中 不是 这什么跟什么 我只是一个赏金猎人 只想安安稳稳 挣点钱 至于遇到他真的只是碰巧而已 好好对他吧 现在的他毫无一丝自保能力 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后 吕伯后已经带着江云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下人与玉玲华两人面面相许 他让我好好对你 他不知道我不准备留在这里吗 有没有可能老师说的并不是我 这里就咱们两个 不是你还能是谁 你一边拉去吧 我宁愿相信他说的是我自己 对于英哥的自告奋勇 虾仁显然没有放在心上 从吕圣人的态度之中 虾仁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恶意 甚至还隐约带有那么一丝的善意 真的不准备留下来吗 不了 我的未来不在这里 可九州五帝需要你 看着面前的虾仁 玉玲华想起了老师刚刚说过的话 九州五帝是否会变得生灵涂炭 最重要的便是虾仁 不 九州五帝需要的是你 或许有一天你从那群先人手中夺回政权 武者再次一统九州五帝 他们需要的是一位明君 不过我劝你还是平稳去过自己的日子吧 长生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没说长生不好 只是临缘皇朝之仇 为什么不找你的老师帮你 他似乎更有这个能力 他老人家从八年前先人入世 便开始了闭关 现在只是偶尔出现一次霸佬 其他时间没人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说实话没有你老师的帮助 你永远不是那群先人的对手 皇朝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而长生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东西 在人心这一点上 你就已经落后了太多 或许你的老师就是明白了这一点 还甘愿将自己的家乡拱手让人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起 这次离别 不过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 走了 如果有一天 九州五帝在先人的统治下变得生灵涂炭 你会怎么做 若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会来助你一臂之力 谢 谢谢 老铁们因反权问题 左下角提前放入一击 有实力阵 皆可先人一步 这个邱公公还真是留得一好手 来吧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 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 他为什么停在那里了 是要我们过去吗 既所奔不打 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在下灵海 在下灵广 此行路途遥远 公主担心公子眼急 特命我等前来送虾公子回春一线 三天了 一路上 虾人不停地追问多少时日能到达春一线 因为他此刻实属担心云娘的处境 云娘虽有自己的事 但银凤楼毕竟是秋公公的地盘 三日时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而就在下人一路狂飙的三日里 银凤楼也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 呦 风老 什么风把您老给吹过来了 看着面前的老者 云娘的脸上带着些许产内 老者名叫风华 是长生阁内的一位济世长老 负责行走江湖 为长生阁吸入新鲜血液 而云娘 正是当年风华所安排入长生阁 我来是通知你 银凤楼从即日起更换主人 你跟我回长生阁领罪 领罪 云娘不知这罪从何来 你放走了长生阁黑名单的必杀之人 你说你罪从何来 必杀之人 云娘有些震惊 想起了当初和下人在一起的名字 本以为只是跟秋公公有过节之人 不曾想尽还是落榜长生阁黑名单的存在 不仅让云娘敢抬断女子到底是何身份 云娘啊云娘 长生阁的黑名单 一定要配一台好的设备仔细查阅 最近我发现 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台苹果12 Pro Max只要2900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 而且转转上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 品质有保障 一般的二手保修期都很短 但转转跟新品一样直接保一年 上面的iPad mini 6也只要2000多 我准备发了工资就去买一台 你有本事也有魄力 我很欣赏你 很打算未来纪市长老一直也会交付你 可是你掺货禁这件事情 我也保不住你啊 风华摇了摇头 眼中充满了无奈 云娘是他这些年为长生阁收入的弟子里最欣赏的一位 若不然也不会仅仅二品修仙者的云娘 能来北墨之重要的地方做一楼之主 可是 别可是了 规矩就是规矩 黑名单的事上头是不会听你解释的 给你一天时间 交接迎凤楼一切事宜 明日此时 我来接你回长生阁 看着面前失魂落魄的云娘 风老闭上了双眼 即使她的心里如何不舍 她也不敢违背长生阁的命 一入江湖 身不由己 认命吧 摇了摇头 风老转身离去 对于云娘现在的状态 她并不想看到 此刻还处于绝望之中的云娘 独自在地下室做了良景 云娘才终于缓过神来 扫过这空旷无人地下室 认命 哼 我云娘从来不会认命 就送到这吧 接下来我一个人可以的 好 那你小心点 我等回去复命了 多谢 替我谢过你家公主 听到林海的离开 下人皱起了眉头 今天城门口的嘈杂程度 比起以往要乱的许多 你说迎风楼怎么回事 谁知道 一天都没开门 也没有广告 说不定快要倒闭了 那可真太可惜了 我还想听翠华的鼓子呢 难道邱公公已经出手了 对于迎风楼忽然没有营业 下人想不到什么借口解释 唯一的解释便是 邱公公如今已经动手 只是结果如何 他并不知道 怀着这么一个问题 下人转身向着迎风楼的方向走去 你为何不跑 迎风楼内 风华坐在主位上轻声说着 眼中尽是心酸 心情也落入了谷底 云娘是他这辈子最欣赏的门生 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把云娘 当做自己的女儿培养 不敢 云娘确实做错事了 你该走的 说不定你走了 我不一定会杀了你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绿令就是绿令 这个人是长生阁的逆林 所以我也帮不了你 两人就这样陷入了沉默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不多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声音出现的 还有邱公公 你们聊得怎么样 不会是在等我吧 我记得我给你讲过 让你拿着长生令牌 去长生阁问清楚 看看你到底 有没有资格保下他们二人 看来你是真的一点 也没听进去 让邱公公失望了 长生阁黑名单 我没有资格见到 更没有资格去了解 说白了 我只是长生阁一个小的 不能再小的外围成员而已 哥 态度倒是恍惚了许多 不过咱家还是喜欢你那 富杰傲不逊的样子 咱家只是想让你回长生阁问问 你有没有资格跟咱家作对 见云娘被欺辱 风华也有些难受 但却没有办法说话 毕竟邱公公乃是长生阁阁主身边的红人 虽不是阁内人 但胜是阁内人 行了 我准备带云娘回长生阁赴命了 你也派你的人来接手迎凤楼吧 听到迎凤楼归他所有 邱公公顿时喜笑颜开 转身变准的一态 他已经迫不及待安排人手过来 待邱公公走出门外 云娘则是转头看向了风华 对不住了风老 恕云娘不能陪你老回长生阁 陈烟珠破碎的那一刻 屋内瞬间笼罩在白雾之中 带风老睁开眼睛 眼前已经没了云娘的身影 而风华却始终没有下一步动作 眼睁睁看着云娘消失在自己的感知之中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随着白雁的出现 屋外的邱公公也立马感觉到不对 跑了 那你为何不追 是我大意了 我也没想到 他手里竟然有陈烟珠 这东西虽没伤害 但其烟雾就算是阁主在这 短时间内也无法得知他的位置 风华摇了摇头 将云娘能够离开的原因 全都推在了陈烟珠之上 听到这个回答 邱公公也慢慢冷静下来 陈烟珠的名头他还是听过的 既然跑了 还望风老能亲自抓回来 毕竟我只是个普通人 那要让邱公公失望了 我还得回长生阁通报 至于捉拿云娘一事 还是邱公公自个儿想法办吧 风老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云娘是修仙者 他若要逃 我的人怎么可能抓得住他 云娘说白了也就是个二品 跟我同来的那几位 一位四品 三位二品 就归你调遣了 这下总该有把握了吧 那咱家就谢过风老了 看了云娘 已经不在迎凤楼了 什么 既如此 那先回家看看吧 说不定云娘留了什么记号 对了 暗中盯着我的人 是什么境界 快走快走 回到家里的下人 便宜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如今圣仙皇朝发布高达五百两白银的悬赏令 悬赏云娘下落 不仅让下人担心云娘的处境 毕竟谁又能经得起五百两的诱惑 正当下人疑惑之时 英哥倒是叼着一封藏在厨房的一封暗信飞 从信上得知 云娘已安全撤离 此时正与俊逸 无影一同前往郊区俊逸的老宅子里 这也让下人暂时放下心来 兄弟跟我这么久了 不如进来做会 说话的同时 虾人已经散开了自己的感知 如今已得知云娘安全撤离 便没必要再对眼前的这位四品修仙者藏着掖着 果然 虾人说完话后 墙角处便缓缓走出一人 尝尝 这可是之前 我自己酿的酒 你肯定没喝过 放心吧 没毒 云娘的下落 我是真不知道 信不信有你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呃 不会是个哑巴巴 宁监 叫你进来 单纯是给你说一声 我要离开春一线了 你还要继续跟着我吗 去了 如今迎凤楼已经没了 我身为赏金猎人 总不能在这喝溪北风吧 春一线不止迎凤楼一家赏金势力吧 你这个时候离开 很难让我不相信你是去和云娘会面 你不会不知道云娘为什么会被邱公公追杀吧 邱公公 追杀云娘的是我长生阁 长生阁 随便吧 爱谁谁 跟我没关系 我只知道邱公公杀我之心不比云娘差 我若不走 这春一线还能有我好果子吃吗 听到这个解释 民间直接愣住 毕竟邱公公曾经说过 只要看好这个人 便能知晓云娘的藏身之地 但他却没跟自己说过 眼前这人与邱公公的恩怨 行了 我要走了 既然你不信我 不妨跟我一起走 就当是送我一程 三品修仙车 已经可以做到预舰飞行了 所依靠的也是自身的那一笔本命飞舰 不过虾仁并不在意 本着能甩开最好 甩不开也无所谓的想法 虾仁时而快 时而慢 但不管虾仁不可 民间只会默默跟着虾仁身后 对其不管不问 怎么样 还跟得上吗 放心 甩不掉的 那就好 别到时候跟不上 说我为罪前逃 一路上走走天天 直到二日一走 虾仁已经能隐约地 感知到了云娘感人的声音 本想赶紧与云娘会合 却不曾想一阵清风浮河 一个比他更快的声音 已经落在了云娘众人面前 你们果然还有着联系 我虾仁从不空车 北墨青州 文宇独城 天空飘着雪花 虾仁在赏金城内挑着任务 犹豫了半天 虾仁还是选择了一个 护送目标前往 阎山云沙关的任务 虽赏金不多 但与虾仁想去的目的地一样 一个标局 竟然还要发布 任务寻护标之人 看来护送的东西 不是一般之物 你找谁 我找你家大人 找我家大人干嘛 胡胡 又想偷偷跑出去玩是不是 你是谁 有什么事吗 哦 接了走标的任务 哈哈哈哈 别开玩笑了 一个瞎子还学人家走标 我还是个舞者 当真 如假包换 瞎子走标 真是头一次 进来吧 先生 你这多少有些不合适吧 说话的是 还与标局的大当家球星 看着瞎人的样子 球星有些犹豫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旁边的一员打断 我倒觉得他可以 他叫温良俭 我们都喊他俭书 是我们标局的总标头 或许是怕瞎人不清楚 白镜前则是小声说道 既如此 那我简单说一下这次走标的任务 我们需要送一封信件前往燕山 因信件非常重要 故本次有总标师简书 胖子手轻摇压标 而且我们的东架也要跟随 球星当说完 身后便走出来一位看起来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一个孩子 这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正因为是个孩子 所以才请中侠师前来 还望几位在走标的过程中多多照顾 既然当家的都这样说了 还没什么意见 见众人都没有意见 球星也开始着手安排出发的事宜 下人缓缓地喝着茶 时不时用感知扫锅站在远处的小女孩 如若没猜错 信件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真正要送的其实就是这个小女孩 至于标局做这件事的背后有何含义 下人不想知道 他只想跟着标局的人前往燕山 若中途出事 也可以适当帮助 让我玩会让我玩会 不行 我还没玩够呢 四匹马 一辆马车 一行八人 其中球星的儿子胡胡也跟着一通 一路向北 众人出了文语独成 缓缓走在人际寒致的官道上 小兄弟是刚出来闯荡江湖吧 简说何出此言 哈哈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曾经的样子 那种初入江湖的一起风发 只不过当年我比你多了一样东西 多了一样东西 当年的我和你一样 初入江湖一起风发 总以为会在江湖上混得风生水起 享受着快意恩仇的生活 但是当年的我 狂傲 目中无人 最终栽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人呐 行走江湖 可以狂傲 但不能自大 可以意气风发 但不能目中无人 哈哈 若是当年我懂得这个道理 该多好 所以当年 您一定是经历了 让你很是后悔的事情吧 瞎人点点头 对于温良姐的经历有着一丝好奇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温良姐苦笑着 而手里一直在轻轻地擦着一杆银色长枪 虽看起来有些年月 但枪头保养的异异生辉 依旧闪烁着寒光 看来简叔也不是一般人 哈哈 求求各位了 救救我和我的孩子吧 我在这里迷路七天了 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突如其来的红衣妇人 怀里还抱着一个包裹 看起来像是一个孩子 妇人身位俱下地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想要标队将其送到最近的村镇 然而身为老江湖的温良简怎么会看不出端倪 对不住 我们还有事情 就不能帮你了 说完温良简便命令众人继续前进 妇人看着慢慢远去的众人 眼神则是瞬间闪烁出很辣的目光 简叔叔 为什么不帮帮他 他好可怜啊 面对女孩的质问 温良简不想打击孩子乐于助人的心理 于是转头看向了瞎人 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谨慎 如此冰天雪地 怎么可能会有一普通人出现 最重要的还带着一个孩子 倩疑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既隐瞒身份 必定不坏好意 若是我们帮了他 有可能间接害了我们 可他真的好可怜啊 你还小 以后你就明白了 温良简叹了口气 强行让女孩回了车厢 却不知道 车厢里的两人已经一拍即合 嗯 就这么办 两人喊停马车 随即便直奔夫人方向跑去 而瞎人不但没追 还一把手拦住了温良简 为什么拦住我 人教人百言无用 是教人一次入心 吃点亏不一定是坏处 看着瞎人 温良简还是有些犹豫 因为她不知道瞎人到底有没有把握 放心吧 二品无者翻不起什么大浪 沈沈 我们是来帮你的 你跟我们走吧 我们可以带你去阎山 谢 谢谢 阎山啊 那就走吧 不过 是你跟着我走 你干嘛 快放开她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放开我 你这个坏婆婆 就在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进入树林没多久 一声震天的售后传来 或许是没听到过这种声音 虎虎吓得直接松了手 而夫人也是小心地审视着四周 妖族 运气还不错 没吃什么苦头就被救了 可是 这里为什么会有妖 不清楚 可能是从某个地方逃出来的 下人无所谓地说着 对于妖的来源并不在意 而温良姐虽是疑惑 但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心里只是担心着虎虎的安全 还是二屁 妇人咽了口唾沫 虽同为二屁 但在她面前的可是妖族 一个曾经在九州大陆横行霸道的品种 不过如今她来不及多想 毕竟已踏入妖族的领地 两者激烈对战 没出二十个回头 便已经见血 而虎妖见识不对 也顾不上自己的领地被斩 掉头便走 这一幕也属实让虾仁和温良姐一连忙 你个小崽子 都是因为你趴在我身上 才让我匆忙选了这一条路 去死吧 什么人 杀你的人 年轻人真是冲动 上来就懂杀心 就不能问一下背后是谁 行了 走吧 以后不要瞎救人 如今的世道 真是 本以为事情结束 远处又是一声售吼传来 让众人立刻瞬间发丝直立 简叔 你先带孩子离开 我来断后 小心 我一会就会 看着他们离开 瞎人缓缓低头 静静地等待着虎妖的出现 本以为是刚才那只 却不曾想下一秒 一只体型更大的虎妖只扑面门 我在平阳你们欺负我 除了平阳还欺负我 那我岂不是白跑出来了 惹急了我 哪怕顶着灵缘禁令 我依然敢吃了你 什么 看着近在咫尺的瘦大虎头 又能口吐人言 瞎人不敢想象他的凭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忍错人了 我想找的是这个娘们 她欺负我儿子 那我走 你走你的 你走你的 虎妖显然不太喜欢和人类接触 没等瞎人反应 便带着小虎妖转身离开 那个人 又要对九州五地进行征合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半月过去 一路上除了红衣女子 倒没发生其他的事情 只是天气越来越冷了 几人很快来到了燕山城门 和众人打了声招呼 虾仁便匆匆离开 独自一人踏进了燕山都城 虾仁不眨眼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到耳中 虾仁顿时待在了远处 来源的正是当初安定县节食的陈三 真的是你 我以为我眼花了 见过安人 不必多礼 陈三 你们怎么在这 说来话长 走吧 找个客栈聚聚 虾兄 怎么跑到燕山来了 春一线得罪了人 出来散散心 我的这条命是虾兄救的 有用得到陈某的地方 虾兄一定要告诉我 那倒没有 我自己可以 正好想问问你 燕山赏金城的位置 赏金城 燕山没有赏金城 什么 这是为何 因为地理位置 这里太过偏僻 最近的文宇都城 也有着半个月的路程 中间甚至可以说没有村镇 那本土的势力呢 燕山城本就民风纯朴 街里街坊和和睦睦 哪有什么本土势力 最强的不过也就几家青楼 几个赌方罢了 原来如此 那你之后准备怎么办 离开还是在这里定居 这里不适合我 说到此事 夏人倒是思考了起来 虽燕山四季如春 确实是个居住的好地方 但没有赏金城的存在 夏人实属没法常呆 而北末如今被一分为二 秋公公与玉玲华的纷争不断 所以春一线也不能带 西域吧 去镇妖关看看 西域镇妖关 刚好我和内子准备走遍九州五地 不如我们一同前往西域平阳 可以 不过走之前 我要去看一个人 看一个人 简简单单几句话 夏人便放弃了燕山 转头跟着陈三夫妇 踏向了下一站 西域平阳乘着马车 夏人一路向西南走去 路上陈三时不时指着 某个村落或是风景 说着当初分开后的有趣事情 兜兜转转 终于是回到了这里 要去看看小虫吗 对 临走前回去看一眼 或许以后就没机会了 自夏人离开安定县 已经一年有余 再次回来 只不过已不见 陈虎夫妇的下落 或许是听了夏人的建议 与守卫军断的联系 至于去了哪里 夏人并没有去想 小虫 这次离开 可能很久不会再来了 也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 坐在小虫杯前 夏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说了很多 说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来的原因 可话再多也会有说完的时候 夏人盯着墓碑回忆着 刚遇到小虫的情景 喝点吧 喝了之后就不冷了 跟我们一路了 该现身了 谁 在下孙圣 没有内力 不曾修仙 但那一抹心计 是从何来 看着眼前一路 跟着自己的人 夏人用感知扫过 心中却是生出一抹心计 为何跟着我们 你看得见 回答我的问题 我睡了很久 醒来后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尽快赶去西域镇妖关 从燕山便听到你们要去西域 所以一路跟随至此 你也去镇妖关 没错 但我不知该怎么走 睡了十年 孙圣对一切都很是迷茫 甚至如今都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只知道自己有必须要去镇妖关的理由 摸了摸身后的剑侠 孙圣知道 他还在那里等着自己 而对于孙圣去镇妖关的缘由 瞎人没问 只是看其背后的剑侠 应是终于一些事情 可以结犯而行 多谢 路上有我 也可保你们一路平安 安 告诉大当家 来活了 撤 前面就是青园山 翻过这座山 就属于西域的边界了 不过马车无法通行 青园山 山是险峻 悬崖峭壁 根本没有可攻马车行驶的路线 要想翻过这座山 四人也只能徒步过去 赶路这么久了 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不如去我那休息休息 而且还有一张 很大很大的寿床 无耻 我曾答应妹子不再杀人 先前说的话 我当你是放屁了 你们几人速速离去 别逼我大开杀箭 哟 还是个硬查 我大哥相中 这个小娘子 是他的福气 识相地交出钱财和女人 等会可留你们一个全尸 二弟 你什么时候 这么善气 我说了 会保你们一路平安 看见以前的孙圣 众人则势头一惊 他没有想过孙圣非同寻常 但从未想过会如此快意凌人 走吧 前面就是镇摇关了 我曾答应妹子不再涉足江湖之事 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夫君曾答应我 金盆洗手 余生只陪我游历九州 还请恩人海寒 没想到 陈兄会为了弟妹 做出这么大的改变 什么时候 才能跟陈兄一样 夫唱夫随 你平时游历四方 身边都是男子 何不去心域上看看 那上面多的是 来找对象的单身女子 何为心域 真能找着对象 骗你作甚 这个心域 是专门聊天找对象的 一打开就能认识 方圆几里内的单身美人 长相身材要啥有啥 多的是如花似玉 温柔贤惠的 而且这些照片资料 都是真人认证过的 相貌家庭条件随便看 真实靠谱 要是看上了哪个 直接就能语音视频 找对象又快又方便 都这么好 我一个莽夫 他们能看上我吗 上面都是女追男 美人都热情的很 喜欢你都是主动找你聊天 这不你看才几分钟 就有十几个来打招呼了 你回都回不过来 你就点左下脚下一个 其目的是带着内子 游历九州大陆 而沉默了许久的 虾仁也轻声说道 以后多多保重 这天下 预发的不太平了 虾兄保重 将来若是有缘 我们或许会在江湖再见 看着陈三的背影 又看看虾仁的神色 孙圣一时间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没有太多的情感 只以为是两个人的旅途不同 我要是和你一样就好了 我一样 是何意 前面就是阵阳关了 走吧 虾仁不说孙圣也不问 而是转头看向了平遥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来 只知道心中一直有个声音 小孙 记得来阵阳关看看 圣花婆婆可还在等你 这真的算是一个都城了 看着残破的城门 门楼前歪歪扭扭的牌匾 甚至一个守卫都没有 不仅让下人心出吐槽 英哥 你去哪 英哥的突然离去 不仅让下人心存疑惑 更好似英哥 对这里有着异常的熟悉 进去吧 恍惚间 二人已经深入了平阳城内 城内空无一人烟雾缭绕 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一股能量此刻也正在荡漾开来 疑惑之时 忽然一股黑烟从地面看出 煞内间便组成了一张巨脸 这里是镇有关 人类进入此地 虎不可曾想过 一道声音瞬间把吓人的思绪拉回 行了 轻 别吓他们了 不过秋说的确实不错 这地方对人类不太友好 若是二位没什么事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的好 不太友好 当然不太友好 当原来不是你们人类的灵然真体 我们妖族也不会再扣于这下戏之地 鉴于灵源界令 我们虽然会主动对你们下手 但是前提是你们不断往动手 又是灵源界令 没办法 谁让人家强呢 既然你都说了 只是不太友好 那便说明没有危险 我朋友来这里看看不影响吧 不影响不影响 不过遇见血不长眼的妖兽 还望二位不要主动顺势 若不然 我怕二位可能走不出这阵妖关啊 多谢提醒 命是自己的 我们当然会更加珍惜 夏人笑了笑 随后带着孙圣向着更深处走去 你今天的话有点多吗 多吗 可我不觉得 我总觉得身后的人有一丝眼熟 被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有一种重要的感觉 另一边 离开夏人的英哥 已经先一步来到了镇妖关的中心 在这里有着一株七彩鲜花扎根生长 其身旁有着一股股阴云之息紧紧缠绕 而英哥则是立于花下 好似在和谁说话 不要当没看见我 不然我一把火给你烧了 现在的你 可不是我的对手 是吗 英哥鸣声一叫 尖锐的爪子从花瓣上轻轻掠过 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对方体内一穿而过 下一秒 七色花被无尽的阴云之息所笼罩 随即一个面色桃花的老夫人渐渐显露 并伸手将英哥捧在了手心 而此人便是妖族的统领圣花婆婆 我可不敢 谁都知道你总爱给自己留条后路 哪怕你如今成了这幅模样 我也不能保证从你手中占到便宜 我倒是看你胆子大得很呢 我可跟以前比不了了 君王说笑了 就算比不上以前 也不是我一个老婆子能比得了的 哼 那小子沉睡十年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做的 说到底 谁能没点私心呢 不过我也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不然我也不会安排他和你见面 希望如此 他们迟早会注意到我 若是在你这里出了叉子 我可保不准会发生什么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九州大陆是我们的大陆 绝不允许其他人在这里肆意妄为 想在这里搞事情 除非在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行了 没必要这么悲愤 照我的计划发展下去 我向你保证 不会有任何人死亡 妖族也不会有任何动荡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这个时候还有必要画饼吗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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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